至少幫我聊治 其他論文當然也可以發問 我們助教跟我也可以發問 另外就是 報告完了 報告順序從第二線到最後一線 大家都有報告 如果提到報告 報告完之後 不要繼續講話 不要去睡覺 上學去同學表現的心情 報告的內容 同學都知道要怎麼講 當然不同的實驗 不同的實驗 我們的獎名義 它是 先有一個實驗的流程 做什麼 然後才有實驗結果 討論 這是你寫 預防捷報的一個程序 在做口頭報告的時候 你可以 實驗 步驟 就是這個地方做什麼 然後結果就出來 這樣也可以啊 有時候這樣反而比較好 因為你做的只是現在 實驗的步驟 有時候步驟很多啊 有時候講完了再講結果 有時候呢 有的太遠了 然後結果 結果是必定的步驟 可以 這個地方做什麼 然後呢 得到什麼 什麼做的 然後得到什麼結果 然後在下一個問題 什麼做的 然後得到什麼結果 你可以這樣安排 所以怎樣安排 你們自己去做決定 就是 以那個 你的呈現的效果 最好的一個效果 你做前面最好的效果 都是 來做 整個決定 那如果說 有的同學做協議 正好你要發動了那個協議 數據不好 你可以跟助教講一下 用別種 數據來呈現 那應該是可以的 不注意這樣想一下 那另外 有問題的話呢 你可以請助教幫忙 有問題 不論助教 不然應該是沒有問題 製作功能可以 基本上 都一定要沒什麼問題 那 預講 這個很重要 一定要預講 才知道你整個 三個同學講完的 多少時間 比如一個人講 就跟預講 然後上台的時候 一個人都講了15分鐘 這有可能發生的 不然一個人只講了3分鐘下台 4分鐘下台 所以這預講很重要 請同學呢 一定要預講 預講的話呢 同時啊 要能夠去看哪一個同學 一個人講到哪裡 第一段 第二段 因為你們的順序呢 是臨時來決定的 就是寫心講之後 怎麼知道的 所以你們要分 一定要去 這個 你講完之後呢 所以 定了 講到哪裡是 一個段落 好 其他的話 其實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一樣呢 我們上學院去大陸的表現都很好 都很好 都很好 好 那有關你們 一分實驗會 分補報告的事情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的時間是下禮拜五 一定是 定點的話 但是定點的話 要使用的是在一樓 一樓的教室 一定是 三樓 我們講義上寫的是二樓 我們現在有什麼意思 都可以給你 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 直到我們 一陣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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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好 宁Х 哦 好 我们上级就是介绍GCMAS 所以我们这节课还是继续讲这个GCMAS 它的一个图谱 得到的程式图谱的继续 这是GCMAS 它的一个移序的构造图 药米塔进去之后被Carry Gas 带进去 分离完之后就要到Detector 这边是用了一个非常贵重的植物银当的Detector 所以当你把这个贵重的继续接在一个程式的分离管图之后 当作Detector 的话 除了它当一般的Detector 之外 它有一些其他的特性 特别的建议应用 那植物里面它的理解 Pinalization 里面 然后MAS 带进去Detector 最后进入Computer 你的数据进入Computer收藏分析和直线 那生长性之后 它就分离 分离出来就进入这个MAS 所以我们的Detector是一个质谱的话 得到的是一个质谱 一张一张都是质谱 然后你多块取一张质谱 就看你的仪器的设定 以及本身仪器的设定 好 而且 那我们课本举个例子就是 你的Carrie Gas 如果没有箱子的话 Carrie Gas 一直进来 然后你一脑中做一个质谱 一脑中 这个Scan 整个MOS 或者是值得比的一个范围 这张范围呢 通过一个Scan 得到一张质谱 所以你原始的数据呢 全部都是一脑中 得到一张质谱 那得到这个质谱之后 一般只见出来的第一张质谱 大概都是跟一般的程序图一样 很多套是时间 重备的是你信号的大小 那你接的是直谱的话 你信号的大小 它是用所谓的Carrie Gas 也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们密码中得一张直谱 可以当直谱图 那么直谱图里面 我们的很重要是 重备表示你的电脑 电脑讯号 那这边你看到很多的 离子碎电脑 这边是你的分子离子 其他是碎变 那TOTAL INCURN意思就是 不管你有付到的离子碎变 不管把它 但是所有的离子 它产生的电脑信号 把它加起来 TOTAL INCURN 把所有的离子 它产生的电脑大小 加起来 得到一个数据 就是TOTAL INCURN TAL INCURN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样一个 密码中得到的一张直谱图 总和一个TOTAL INCURN 这一点数据 然后相对你的时间 相对你的时间 相对你的时间呢 又得到一个 跟我们平常用 机型FID 但是DETECT 得到的一个 诚信度也是很类似的 你注意到就是时间 时间 中文标记也吸引了一下 所以 这边你可以看到 五个成分 五个成分 这就是把 直谱当作一般的 程序的程度器来看的话 那你要是把它的 程序图画出来 那你用的这个方法 叫做 TOTAL INCURN 一个呈现的方式 那为什么叫做 RECONSTRUCTED 从中文标记 RECONSTRUCTED 意思是重新建后 重新进化 重新进化 这个 化作 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的直谱里面 存到这个 就是GC MICE 你的原始数据是直谱的 不是这样一个程序的 像你GC FID 你得到的信号 原始信号就是 时间跟你的信号的伴手 它就是一个程序的 那这个GC MICE不是 它是植物组 每一个时间的植物组 每一个时间点 它的植物组 它是原始信号这样的 所以你需要再去重新用 管理程序 再把它重新化 画出来 叫做RECONSTRUCTED 这个图形就像一般的机器的结析 这是 第一个 做完GC MASH 大概你都会先看一下 里面有几个成分 有几个成分 然后呢 你也可以 说我不要看 TOMTOMINE的所有的离子 离子去变得把它夹走 那我去挑 其中一个 SELECTIC I MONITOR 以及SIM 是你挑某一个值得比 SINGLE MAX TO CHARGE 这个MOZI 某一个值得比的离子 那去看说 我的这一个成分 你刚才你得到 哪一个时间 它会有一个EQUID 代表那些方呢 会有RUBI-SOLI 那你刚才看到五个成分 那这个五成分里面 那每一成分 它自己有自己的一个 碎片 也知不得比 我正面某一个SINGLE MOZ 这个离子 把它挑出来 然后去看一下 整个成熙图 分析的时间里面 这五个成分里面 有这样一个 值得比的离子的 有那几个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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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我只看 MOZI 74 这个离子 叫它重新再把它 画一出来 画出来 但结果呢 看到只有 DIT1 它有这个DIT 有这个离子 确定 MOZI 74 而如果说是看 MOZI 93 你看到呢 第二个PIT 跟第五个PIT 它们是有这样一个 运续PIT 这是所谓的离子 选择 selective ion monitor 那它这样有个好处的话 我们看下面这张 这张图是 TERIS的离子 就是你们 要连续分析化学课本 课本说呢 它对同样的事情 它用的图例呢 是不一样的 它用了一个 比较像你们做 汽油分析 然后或者是 集色废气分析 或食物分析里面的标准 A图呢 就是会把I curve 所呈现的一个成细图 所以看到有 它标识 它标识 BENTIN ORIN A BENTIN CAMETA POWER CAMETA POWER CAMETA 可以像你们做 CIR 汽车飞气 還有 汽油 这个标识 这是标识 但是说到Ion Current 它呈现的 你去挑M of Z 78 M of Z 78 M of Z 78 是BENTINE 这样子 6个碳 6个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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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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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f Z 78 看哪几个 是有这个利息随便 所以看到哪几个呢 BENTINE 还有呢 后面这三个病 这三个病 这三个病比较小 免疫病比较大 所以这个M of Z 78 应该就是它的分子力 所以去看M of Z 78 你知道这是BENTINE 另外这三个也会有这样一个水片 所以它代表说 这几个应该都有BENTINE 应该都有BENTINE 所以呢 它的离子水片里面 有M of Z 78 这样一个 那 如果你要问 Selective Eye Monitoring 这样一个 功用 有什么好处没有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法 有的 我想你们在做这个 GCMAS的时候 注意到给你的资料 注意到讲点的时候 你们特别整 这跟我们的一个脚 另外两个脚 另外两个脚 那它有什么用 那它有什么用 上个礼拜做的一些 你做过嘛 做过就不要 我只记得你了 好吧 知道吗 有什么特别的用法 是用什么 用什么 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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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目的 净采 其实它拿它 一批 纸存性的某一个BENISS的垫片 它的一个 乌形 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做 可以特别的用法 特别的够用 特别的够用 你没奖 这是一个我们课本方面都会提及的事情 领域都会特别好 你在做的时候只挑我不做Scan 固定我要去看的就是某一个MOZ的 它有一个特性没有错 我们特别有提到SelectRM 我们去挑某一个离子碎片来呈现它的成绩 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应用就是说 今天比如说你的假设 你的Benzin跟Colorin分不开 当然现在两分很开了 分离上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的Benzin它在这个MOZ78它有信号 Colorin没有 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SIM SelectRM 你看不太出来一点 今天假设的两个人分不开 两个人分不开 就是在一个PIC里面 事实上就是两个成分分不开 那这两个人分不开呢 如果你有FID 两个都有信号的话 那你就不能过去定量 因为这两个在一起 你就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两个分开 那今天如果说你是用GCmax 虽然这两个成分分不开 Overlap在一起 但是 如果它们有一个运行片 是不一样的 例如78 那这两个成分的A和B 两个好了 只有A有78 MOZ78 B没有 这样的话呢 你去monitor 只看MOZ78 这个信号的话 即使A和B Overlap在一起 你只看到A B看不到 所以 波分开 你可以去定量A 同样大理 假设B 有另外一个MOZ95 那么A没有 那你再去看MOZ95 那么同样在这个位置 B B 成分 A没有 就这样怎么好处啊 万一你分得不好 两个成分分不开 那么在你的分率上 你就不管它了 不会分不开 那我可以由这样一个技术的 或这样一个指朴的特性 去挑这两个 继续看 所以我们 除了 Total Iron Turment 还有Select Iron Monitor 最重要的 我们还有一个 每一个时间点 它的植物都是什么 还是可以呈现的 这个特性 刚才玩家先讲的 就是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 所以 像这个例子 你看Total Iron Turment 它的植物图是这样 然后 每一个病 它的植物图 每一个病 每一个病 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只知道 至少有14个成分 在里面 每一个成分 是什么样的化合物 你怎么会知道 你不知道 比如说 12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 什么样的康康 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 那你用植物的话 你用GCMesh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去把这个病 它的植物图 把它叫出来 搞出来 然后呢 去进行所谓的Library Search 就是它在你的GCMesh 它的电脑里面 有一个Beta Base 里面就是存了 现在应该有 这个上万种 标准比 它的植物图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植物图 去跟Library 这些Data Base去比 到底可能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这个社区完了 那个电脑会告诉你 这可能是什么东西 但它会列出一个 优先设计 对可能的是哪一个 其次是什么 再其次是什么 可能的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你至少 有这个 可能的对象在VP 然后呢 你要进入确认的话 你应该要去找 Band name它的Standard 同样条件再做一遍 同样过程再来一遍 看一下 你的unknown的这个Bit 跟你的Standard Band name 和Standard 是不是那一遍 match 这样进一步的 confirm 所以每一个Bit 它的这个事物 它都可以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 它的音线片 到底有哪些 所以在同一个Bit上面 因为有A和B 是Overlap在一起 你可以挑不同的 A有的 银子碎片 B没有 B有的 A没有 你可以用这个 刚才讲的 Select on Monitoring 设定不同的银子 M05Z M05Z 可以挑特别的 M05Z 即使两个是Overlap 在一起 分别去定量 这是很重要的应用 非常重要的应用 在 Beetle 在ElSciple を分得上 它的成分太是扩杂 只能 Cooler 你要做一条 debut cashflow Hotlap 在 europe 混开的 itäts 有什么关系 northern 这个功能 你就会审计 不需要再 interes 什么 可以用这套 没有分开的 都不不 可以去去订阅 这是 iIni ändert Equest 所以,GCMAS的应用,在今天来讲,因为在这边,各位看一下,有Library Search,所以你的电脑,它的功能要很强,速度要快,你的容量要大,那今天来讲,它就用一般的,用一般的这个PC就可以了,它的速度够快,容量够大, 所以说,整个疫情没有那么多,虽然一百多万,两百万,在贵重疫情来讲,这不算对,跟你们做这个,以来做几百万,做这个,做这个Modi,五百万,一千万,相较起来,现在GCMAS算是比较平价的,所以一般的实验室大概都买得起,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电脑, 可以写下很多的监费,那GCMAS,它应用在什么样的一个样品,可以写出来它的,它的这个,好处呢,就是能样品复杂,样品很复杂,然后呢,成分很多嘛,那什么样成分,每个成分什么东西,知道,这个时候呢,用GCMAS, 就能够呈现,可以反映出来,可以反映出来,它贵重但是呢,有效,像这个,我们国内,做得很好的,国内,做得很好的一个营运,就是中草药,就是我们这个中药,中药材料, 最后来的这个成分分析,就是现在很多的中药,以前我们是要买来,然后自己自己去熬煮,这个西果慢炖,然后这个几个小时,而现在都有中药的这个药包,就你拿回去呢,就直接泡水,然后就可以,就可以喝,用自己去熬,那个中药, 因为它帮你这个,这个,萃取出来,里面中药的东西呢,有效的情况去熬,就是中药的这个,成分分析嘛,我们当然现在还是在持续在,在做研究,它一样品里面,中药成分呢,非常的多,那哪些才是有效的成分,哪些在那边,它没有疗效的,它必须要知道,那么但是那么多成分,每个成分是什么东西, 那些东西呢,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你把它收下来,分明完之后把它收下来,进一步就是做这个成分鉴定,结构鉴定,非常非常好事,现在不需要了,就机器干是很方便的,所以像这个中药,还有这个原油,是石油分析,就是汽油啊,机车废弃啊,另外一个领域很重要,就是净药, 奥运选选手,前三年都要去练尿,你可以知道,就比赛,一场赛事下来,有多少尿呢,就是净药,现在国内,现在大概有两三长的医学院,早见最少,第一个拿到认证的,国际认证的,还有资格, 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飞行的结果呢,是运动保证的,它的结果呢,是分析的,那但是呢,我们这边区域嘛,它很多时候不敢去做,不敢去击人,因为不得了,工作太大了, 那但是,但是,这个一定要用,啊,G-C-Mass,或是B-L-C-Mass,去做调医分析,然后看有没有吃进药,那当然现在这个调纳局啊, 你不可能是装到这个吸毒的伐,或者说怎么的用家包,关于它吸毒的,一样的,有没有,什么店头把,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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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就是这种G-C-Mass,H-P-L-C-Mass,我为什么一定要G-C-Mass,我不敢去,我使用机器来办日定呢,不敢去,因为你的Retain Time,这个资讯呢,太不可靠了,你必须要有一个更进步的,除了Retain Time之外, 另外,它的词谱,你才能够两个data,你看一个词谱,尤其这个词谱的数据,它比较有公信力,比较能够确定,它就是你的信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环保。 这些词谱的词谱,我们已经有10年了,应该有10年多了。 那买来的时候,我们是教育部有一个什么专案计划,是我们做完实验,第二年要去报告,成果报告。 这是我们用了一张照片,这是老学长的,感谢我毕业了。 好,他在做这个采集纪理,那这是废细的分析的结果。 那这边呢,我请你指数算一下的话,我算多少,我这边有40几个成分,40几个定分。 那为什么我们安排这样一个实验,我们知道说,有哪些东西呢,当作我们的standard,就是我们的五个standard,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知道跳出五个standard? 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根据这个,别人的研究的文献,发表的文献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电信的分析的结果这里面,这几个成分比较大的,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跳出这几个当作的standard。 那,然后,你们先做standard的这个机器分析。 虽然你用的是FID,我们只能够比较,只能够比较repan time。 但是,你看一下,我们在跟机车废弃的时候, 你这几个成分呢,跟你的standard,就是repan time。 还算Mesh。 那,不见得完全一样,这个我们的仪器上有些问题。 那么,应该还算,还算你接近。 好吧,就是各位看过的。 那,这都不是这个机器Mesh,就是机械FID得到的结果。 好,以上呢,是我们机器Mesh,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 在今天来讲,已经普遍在用了。 所以,你觉得呢,一定要了解我们的一个原理,还有它的应用。 再下来的话,剩下的部分,我们整个机器, 然后,从三个injector,pollet,温度控制,到detector,都介绍完了。 最后,剩下一个分离。 它的pollet,跟它里面的原充物和镜像。 所以,剩下的部分呢,就要讲,继续的pollet,跟里面的原充物和镜像。 这个地方,它列了四种pollet, 但今天呢,一般用的都是这一种。 gcpollet,它的性质和核性。 這個F-S-W-C 當作說寫 F-W-Fuse S-S-Silicon W-C就是 War Co-V-G Fuse Silica War Co-V-G 那是Opensibular Power Opensibular Power 它特别强调的这个Fuse Silica 我们看一下,各位同学们已经做过 可能没有机会去看它的裹面 就是它正面,正面的这个贴面 你看到外面这层棕色 这层棕色的是一个Polymer 它要保护你的这个Color 所以让它卷起来,稍微压一压,它没有关系 不会断掉,有弹性是靠这层棕色的 然后内层透明的Fuse Silica Fuse Silica它的材质基本上几乎都是二氧化系 它跟我们的玻璃来讲,玻璃有软玻璃 然后Pyrex,我们做CNN的都是Pyrex 它的硬面比较高 然后更进一步的比较纯的玻璃就是C 化质 那比CNN还要再纯的 就是Fuse Silica Fuse Silica 所以它是相当的贵的 那Fuse Silica它还是玻璃 比如说没有外面这层玻璃保护的话 折一下就断掉 那么贵 然后没有保护就折一下断掉 那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外面都 它在生产或是出来的时候 外面就同时 就包护一层玻璃保护 那这些Fuse Silica 那这些Fuse Silica 纯的 里面是中空的 内壁中空的 所以这黄黄是中空的 那 那 当做精细的看漫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静一下 你的这个Stational Face 就不负在你的这个内壁 Fuse Silica 这个Tune 还是内壁这一圈 所以 就是你的镜像 所以 Caferry-C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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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 就是你目前 你做过的GC的实验 三个实验都是 用的这一种 Caferry-Collen 那中间这两个银标管 目前很少用 那Caferry-Collen 你现在 因为没有用过 现在比较少用 Caferry-Collen 那 我们就比较这两个 比较少用的 Caferry-Collen 比较少用的 一个是目前的用 一个长度上 Caferry-Collen 一定很细 所以它必须要 有足够的这个镜像 去跟你的Facebook作用 它才能分开 所以它必须要很长 如果说 你的Caferry-Collen 也跟Caferry-Collen 一样 Caferry-Collen 到这个4米 一般才能 你这么短的话 那里面的这个镜像 非常的少 所以你飞去 你没有机会 没有足够的时间 让它去 跟你的镜像作用 那你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 好的分离效果 所以必须要长 所以一般来讲 Caferry-Collen 大概2米 内镜呢 也差不多 你上去有看过 内镜的话呢 它看了 比较快到4 个米粒 那这个地方大概0.3mm,300mm 那这个Efficiency就是,一米长的话,还有几个板数,理论板数 per meter,这个不是比你正常,就是我的Hepard count比较长,30米 这个只有两米,每一米呢,这个长度,单位这个米,一公尺,一米,有多少板数 N,N,那可以看到,这个Hepard count比较大,Hepard count比较小 那在沉上那个长度的话,总共的这个分别的板数,Hepard count比较比Hepard count比较非常非常多 所以它背部都非常窄,非常窄 那Sample size,就是你可以打进去的体积啊 它Hepard count比较细 可是它整个里面的体积呢,比较小 所以可以打进去的Sample的体积呢,比较少 Sample size,Sample size,大概Sample size,大概Sample size 大概Sample size,大概Sample size,大概Sample size Sample size,Sample size,Sample size 那一般Pack count呢,会打一个Mg,没有什么问题 那另外就是,相对的压力就是说,你的气体通过的时候,阻力大不大 主力越大,你的压力就越大,所以你的调游戏做实验的时候,你的这个反压,压力气上的压力非常大 就是因为它的主力大,所以你的TerryGas要通过的时候,它的主力大不大 一个中空的,虽然它是中空的,所以它的主力比较小,压力比较小 但是,Pack count呢,填充的很紧密啊,虽然它比较粗呢,因为它填充的颗粒很多的,很密 所以你的TerryGas通过的时候,压力比较大一些 而且而且压力更大 速度啊,这个TerryGas比较快,Pack count比较慢 所以速度比较快,然后这个Efficiency,SuppressionEfficiency比较好 那当然,目前呢,我们都用这个TerryGas,有很多好处嘛,又快,分辨的又好 好吧,那么这个各位都很熟悉的,因为你们透过实验嘛,一二再的时候叫做给你们讲 我们再讲一遍,你去承认看看,还在讲 他说我,没有办法,这个Table出来,我就要讲一讲 另外呢,这个就是Gas化的很好的 这是他们在卖这个TableCarton的厂商,广告,这是它广告的 所以这个设计的广告的人,其实是很好的,帮助我们来解释 你的TableCarton它的构造,最外圈Tolema,然后Fuse Lake 这个内层呢,是StateCarton的Face嘛,画得很好的 所以考试考出来的话,你一定都要配 你看到这张图,那么清楚的解释,你还不会画 你看看,他应该要画,等你一个先问一下,我觉得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他在用过,过去用了几十年的啊,都是这个PiCarton 它的长度不是很长 你就记得,然后遇到3米就可以了 内径呢,比较粗 对比较粗 2到4米就可以了 这个ID代表说InnerDiamine InnerDiamine 內径 那这个里面呢,它是填充的,填充的粒子 Hecumature 这边有一个uniform,代表它的大小,一致,均匀,uniform,一致,大小的一致 然后它的大小本身是很小,finly,很小,finly,很小,大小的一致,而且有大小的一致,它是有大小的一致,它是当作一个solid support 就你的镜像,它必须要在表面,表面在哪里呢?毛细管就在你毛绚面 那你这个填充的管束的话,它有一个稍微少过支撑物在你稍微少过表面 然后去hubbinate很薄的station face 那所以说你的这个填充物本身呢,这个solid support material,就是petting material 它有什么样的criteria? 意思就是你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要选择当作solid support 这个material的话,它要有哪些特性,它才有资格 就是criteria,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呢,它要小,然后uniform,大小一致,球形 然后呢,就是criteria,球形,然后点击 然后本身呢,要够硬,因为把它,它可以再把它填充在你管束里面 用什么高压点击,所以它能够耐高压,不要碎掉 第三个,让你重要,表面积要够大 我们要是surface of error 所以你在跟你的分析物作用的时候,表面积够大 第四点呢,那就是机器材料 就是,前面这几点,基本上跟LC的里面也有特别不同 那这些特性的机器差不多,前三点都应该要有 第四点,只有机器需要,也是放在机器的oven里面 oven是要加高温嘛,200度、300度 所以你的这个颗粒呢,你的颗粒呢,要能够耐高温 高温之下,它不能够有化学活性,inert 这是只有机器这样一个需求 那第五点,uniformly,就是军民的wag it like a liquid-stational phase 这个wag it,以前我们在教的时候,同学可能不知道 我们最近教的话,你们都应该知道了 因为我们文化有一个实验,就是在做这个实验 跟这个wag it 的关系 好吧,什么是wag? 你们做文化实验,对不对? 这是 Colling here,确实很轻松 no 您都用医学长 представする计程 这个部分,李学长也希望有ольasc学院 黄庆涵 问母亲节 告诉她她的这个学位置 好 这是谁 林正汉 来 请示外 认识度 认识度 什么是认识度 诶 还要认识 不识 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这一部分解释 认识度应该这样问 没有错 官义是叫认识度 不认识了,动词了,这边是动词。 认识好,认识不好,什么叫做外。 很好地在外表面。 外表不好,好和不好怎么去看? 好,OK,有人抢答了。 对吧,有人抢答了。 我不知道他刚才要不要回答。 谢宇就帮你答了。 外表有认识,这个是翻译名词。 你可以当动词用,认识你的表面。 有一个固体的表面,在你的固体的表面, 外表好还是不好。 像这个情况,你认识他的固体好不好? 好,好吃,好吃,好吃。 做物实验,这样就好吃。 OK,这样的好。 好和不好的话,基本上, 假如说这个是水,然后这个是玻璃板, 玻璃表面是极性的,水也是极性的, 所以两个机器同意在一起呢, 它应该复,就它的这个固体的角度, 应该很小,覆盖得很好, 不会很好。 反过来,如果说你的这个水滴在一个玻璃表面, 但是玻璃表面呢,不干净,有油脂的话, 那你的这个水滴呢,它不会是均匀的, 它不会是均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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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表面, 我讲的, 你们看到的是均匀的均匀。 那我们的要求就是, 因为你希望你的那个station face, 不是均匀的均匀, 不是均匀的均匀, 但是你希望它均匀的均匀很好, 使它跟你的表面呢, 作用力很好, 所以可以这个, 很薄一绳, 然后呢, 涂得非常的好, 就叫做外, uniform的外。 那最常用的这个材料呢, 以前啊, 课本的做得出, 到现在还是这样, 不只合成的, 是天然的, 这个细枣, 细枣, 那我们的课本呢, 它有一张这个细枣的, 矿大的照片, 矿大的照片, 细枣,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天然的一个枣类, 它的骨骸, 它的骨骸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样的东西呢, 拿来当作你的, 激烯的hackin material, 然后在它的表面, 去涂附, 不同的stational space, 当作, 激烯的hackin material里面的, 原初的骨骸, 这个蛮特别的, 它一定很硬, 如果各位有很多部分, 那个珊瑚, 也会超过珊瑚, 珊瑚很硬的, 非常硬的,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非常, 非常硬的样的东西, 好, 这是, 填冻颗粒, 那至于说, 大小的话, 各位看一下, 它的大小的话呢, 即使最小的, 各位看一下, 多小150个μm, 当然150个μm,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小的, 它是0.15mm, 但是相对于LC来讲, 各位都做回LC, 也看过, 简体下面, LC的颗粒, 你看的是10个μm的, 我们管柱里面填充的, 目前大概都是5个μm的, 所以LC呢, 跟机性比起来, LC要更小, 所以机性呢, 还是比较大, 相对来讲比较大, 原因的话就是, 我们机性呢, 气体的, 擴散, 擴散的数量比较快, 所以颗粒大一点, 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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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的, 如果气体的话稍微大一点,它本身的气态的时候会比较快 所以颗粒大一点就还好,它本身就扩散很快 所以这个气体在机器里面,在早期的Effecting Material,颗粒比较大,相对比较吸烈者 大家看到没有 今天大概没有时间讲下面了,那我们今天就上来讲 我们下期再见